好 再來看這裡的門牌非常有意思 屏東縣準備要跟藍底白字的智氏門牌說再見了 縣府以行銷地方為發想 結合各個鄉鎮的景點或是濃郁特產 設計出獨特的門牌 像是萬丹就以紅豆為圖樣 而鄰邊則是臉霧 至於我們要再來看到的 這個是率先更換的屏東內埔鄉 因為在內埔這邊有大大小小的宮廟 將近四十間 所以就以宮廟圖案作為門牌的特色 預計在年底之前 屏東縣可以全數更換 還可以加深那一個觀光客的印象 然後達到我們行銷屏東的一個目的 橫村的觀山很有名嘛 觀山還有那個古琴 一鄉鎮一門牌設計讀書一格 要讓郵差好找路 就比較漂亮了 才不會像之前一樣 洗版版的 如果外地人來到這個地方鄉鎮 就知道這個地方 看一下門牌 就知道這個地方有什麼特產 真的是不錯啊 屏東客製化門牌 在去年已完成十三個鄉鎮的換裝 預計今年底前 渴望全數更新 煥然一新的設計 凸顯在地人文特色 更是話題性十足 華視新聞消息中漢陳姓仁屏東報導